水淹半個輪胎高 便利商店紛紛架起防水閘門 就怕水會淹進店裡 民眾趕緊移機車 不過水還是不斷灌進7樓 很無奈 6號中午的好大雨 來得又快又急 讓台南的安平區 安南區還有中西區 多處路段淹水 店家急忙掃水堆沙包 甚至連昆山科技大學 也都成了汪洋一片 就連計程車也都拋錨 不能再前進 學生自行拍下影片 直呼太誇張 還有一旁的大排水溝 吸水暴漲 只差10公分就要淹到地面 路上的機車 汽車 絲毫不敢大意 只能慢慢往前開 還有一位阿伯 因為雨勢過大 加上路面淹水 連人帶車一起跌進水中 好心路人趕緊扶了他一把 將他扶到一旁休息 注意最多 我走來給我拼了 給我拔到 好 41座抽水站 165台移動式抽水機 也都立即的啟動抽水 那麼減低淹水的災情 這場大雨讓整個台南市 15個路段 10座橋樑封閉 包括淹水漆橋 永大路 大灣路 國光路等等 最近低氣壓籠罩 還是請民眾大雨時 盡量不要出門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賴關章 陳妮婷 台南報告 想熱烈 市民事務大廈 警察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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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